100. 太陽報Fundment 鐵市 電信股基本因素街 2015年7月22日財經 B07Fundment 鐵市市提分美股踏入業績期 自作日為止消息流偏向正言,支持三大指數繼續高期 其中納指更連續第三個交易日創收市新高 加上希臘債務問題暫獲緩計 外部環境只望摧穩,淡有暫時無什麼法為藉口 北大人慶幸外圍市況穩定、好收拾 A 股殘局的國家隊入市之後 各部委政積極配合推出支援實體經濟及經濟改革措施 為木櫃扭轉困局創造條件 國際金價向下利淡的原因一大堆 成如高盛所言,中國不是黃金的舊西主 在全球通縮及美元升值下,金價將持續下跌 技術上,金價在1200至1300美元水平均衡了好一段時間 積存大量蟹貨,如今確認破壞而下 相信必要來一次較大型的洗倉 才可以試到哪裏是底 不用心急撈貨 香港如江交頭持續淡靜 幸得有三大中資電信股撐住 場面才無敢冷清 部分由資轉回去炒細價股 內地生豬價格持續回升 刺激好內無炒過的豬股如普甜食品01699 衛山國際01340分別升21%及19% 至於建築股如輕盛創建00896 以及日成控股03708 易見人氣,收市分別升15%及21% 講開又講,近年建築相關股份持續炒高 去年末季以內嘗試的半身股如日成 振興工程02277及三和建築03822 都已累積可觀勝負 就連老牌企業如進和00711 興盛今年都曾經有大炒過 可以講,這幾年香港都最努力增建房屋 建築及樓宇維修等需求大,不優無生意做 建築股表面風光之不過 房地產這個行業,最大的利潤其實都是去地產發展商的袋 近十年建築商都是艱苦經營 外人以為接大地產商建造合約好好做 實情呢,雷大客應收帳不容易收 一味多,不合作很難簽到新合約 反的話就招來大批師爺專門事後講合約精神 另外建築業界勞工緊張,成本有加無減 幾個巴仙無利率真是不易賺 估個別索性轉展周邊地區 與澳門,又或者索性自己做發展商 肥水不留別人田 不過,這浪建築股的股值邁向高峰 不知會不會是樓價見頂前一個最後的高潮 史提昏認為都是做旁觀者比較好 三大內地電信股對昨日升市貢獻不少 其中聯通00762表現最強勁 收報11.56元,升百分之五 貢獻11點升幅 屬具無百分量的中而0094日收報102.2元,升百分之四 貢獻73點升幅 至於中電信00728亦不舒適,升百分之五收場 報4.66元,板塊集體上升 除了因為6月份經營數據普遍理想 以掌握中值表現的基金們可以安心加註之外 有關鐵塔公司組建的全民也成為趨化劑 四指上客量激增細看數據 聯通六月份移動用戶類計達2.89億戶 我五月跌99萬戶 三指及四指用戶類計達1.58億戶 正增500萬戶 較五月份正增73萬戶明顯提速 再看眾兒,六月份正增86萬戶 較五月份的正增37萬戶也明顯加快 六月份移動用戶類計增至8.17億戶 其中六月份4G客戶正增1932萬戶至1.9億戶 三指客正減786萬戶至約2.15億戶 翻查資料 中而去年底的4G客財906萬戶 即是半年時間經以翻敲啊翻有多 新增4G客數量多過德國全國人口 當真禮害 至於中電信 六月份3G及4G用戶正增182萬戶至1.31億戶 較五月份正增201萬戶的增速有所放緩 而總移動用戶按月則正增76萬戶至1.91億戶 相比其餘兩大雖然有點失息 但股價照樣向上 主要是有全民指鐵塔公司已在17年 IPO前 先在今年內進行一次非公開出售最多兩成股權 市場憧憬鐵塔公司早見工作即將規動下 中電信一向被視為較大程度受惠者 估股價一於跟大隊走高 三大電信商基本因素良好 前景展望穩定 預計下月將會完成向鐵塔公司主資 消息留正面 而現價估值亦不算昂貴 一五年度預測E.V.E.B.I.T.D.A.約四至五倍 較區內同業平均九倍為低 五嚴大價 中而刑事實力支損 其餘兩隻 傾向選擇中電信先於聯通 亦不進行